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发现你对这个案子非常有兴趣 这是跟你讲说 你之前因为在华尔街待过 你看过那种金融界 那种耳于我诈 你看到这个是非常有感 是吗 我觉得不是耳于我诈 因为这就是真正的金融的 金融战争 金融战争 其实我一直想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 你在每一个行业 其实都是战争 我不觉得这个行业 这个世界上有所谓这种 就是大家和平共处 和平共处都是 因为你有一定的实力 大家才会跟你和平共处 当你的那个实力 大小决定一切的时候 其实这个世界 就是一个整病的世界 其实这个故事 不是只是在金融业 因为你看 去年黄仁勋来台湾的时候 他也演讲过 我跟各位分享的原因 是因为我认为 黄仁勋去年讲台湾 内心真实的话 你如果跑得不够快的话 你就成为大家的猎物 这句话我觉得是 非常非常真实 而且非常写实 也是NVIDIA 怎么可以在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爬到这么高的位置的 一个原因 当然因为台湾的社会 第一个比较chill 第二个比较注重和谐 所以黄仁勋 他在第二年来台湾的时候 才开始秀一整面 说台湾 We are our partner 40几家公司的背板在上面 变成黄仁勋股票大师 可是黄仁勋 他真正想讲的 一定是2023年那一段 那个毕业对你的讲的话 2024年他是有修饰过 就已经没那么真实 大概原因是这样 因为这个世界 它本来就是这样运行 只是在台湾的社会 其实 我顺便就是稍微提一下 你知道 其实在全亚洲里面 压力指数最低的国家 是哪一国家 你知道吗 是台湾 可能很多网友会说 台湾不会啊 台信电爆肝啊 大家怎么样啊 老板灌老板啊 我说你要不要去香港 跟韩国看一看 坦白讲 你看香港什么叫压力大 你去韩国看什么叫压力大 对不对 我甚至跟各位讲 甚至在国外 对不对 像纽约 对不对 伦敦 为什么这些国家的 大城市的五星级饭店 有所谓这种 叫做Wellness Program 就是说身心灵放松的这种专案 你去看台湾的W 你去看台湾的文化 没有啊 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压力 真的没有像 其他这些先进国家 大城市差那么多 我们讲东京 讲首尔 讲香港 对不对 跟台北比 那差异太大了 台湾大家都很chill啊 所以你意思是说 看出一个城市的压力 指数多大 就是看它有多少 WILLINESS Program 对不对 因为这种东西就是 这是一个指标 一个指标 因为有需求 对不对 才有D面 就有D面 对对对 对对 好我们可以拉回 今天的主题 突然讲到那个 relaxation 好像不是我们的主题 我们今天讲的是金融商战 OK 这次这个案例呢 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一个background 我想说 接下来让玻璃弟弟 来跟大家 就是讲一下他的看法 就是说 我们台湾银行 或台湾金控 跟星光金控 其实大家知道 它其实是一个 兄弟登山 各自努力的故事 台湾银行的董事长 吴东亮先生 还有星光银行的董事长 吴东静先生 我现在他不是 真正董事长 but anyways 他就是董事长 他们两位兄弟呢 其实在当初创立 台湾跟星光的时候呢 光是讲这个并购案 已经讲了22年 对 那当初因为种种的因素呢 导致说并购案 没有进行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兄弟两 谁也不想输谁 在谁也不想输谁的情况之下呢 经过20几年 可是 目前看来 就是以到去年为止的话 台湾银行的竞争的实力 是超过星光银行的 台湾银行的总资本额 已经达到1500亿到1600亿 就是说大概估算是这样子 星光银行呢 只有他的不到三分之二而已 所以这个成长的差异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 有一家公司经营的比较好 有一家公司经营的比较不好 那不是说 地底的经营能力 就一定比哥哥好 至少在华夏玻璃不是这样 好不好 然后呢 有需要特别的去讲 没有啦 开玩笑好不好 对啊 就是不要 那个案例稍微 不要那么严肃嘛 对不对 那因为这种兄弟 各自努力 各自登山的状况呢 终于在2024年的8月底的时候呢 要迎来一个最后的一个finale 就是像我们讲 黑神话悟空的最后章节啦 好不好 类似像这样子 台信银行做了一件事情 他跟星光银行讲说 我愿意以每股 0.6025的方式 去交换你的股票 我要百分之百的 去收购星光银行 星光金控 我们讲星光金控 因为讲金控就是 包含银行家受险 对不对 然后这个消息呢 吴东亮董事长 就是在媒体上讲说 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努力呢 终于完 接近到了最后一离路 那大家觉得说 如果是这种东西当作 比如说台大EMBA 或是哈佛科案的商学案例 很无聊嘛 对不对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无聊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拿来写个案子 好像不知道写什么 对不对 这个时候就要怎样 就是要加入最有趣的元素 叫什么 有个Plug Twist 最有趣的元素是什么 我称之为格雷的五十道阴影 蛤 格雷的五十道阴影 霸总出现了 霸道总裁出现了 霸道总裁出现了 今年八月初的时候 台湾的金融圈发生一件超级大事 我们最尊敬的Jeffrey 顾董事长 正式回归中性金控的董事 等于是 等于我们是宣告 顾董事长 顾忠亮先生 正式回归了 从之前的慈善基金会 棒球队的这些董事长们 回归到正式中性金控的决策圈里面去 那 霸道总裁回来 格雷的五十道阴影 通常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干大事 干大事 就是真的 他一出手 我只能讲石破天经了 简直绝对超过 华尔街资装的等级 对不对 那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 在 台信银行跟星光银行 已经签约说 未来的公司叫做 台信星光金控的时候呢 我们的古董事长出手了 中国信托宣布 以每股 14.55元的价格 公开收购 星光金控的股票 直到51%的决策权 哇 这个一下来 全台湾金融圈 全台湾股票就哗然啊 怎么突然出现 这个很像 如果你去看一个剧的话 很像一个霸道总裁霸王 霸王强夺教的概念 本来有一个女生 有对新人要结婚 新人要结婚了 然后霸道总裁过来抢 可是呢 有个twist 这个新娘呢 就是星光金控 其实对这个新郎 是不太满意的 台信银 对不对 这个案例 我现在大概前短 前短故事讲到这里了 好不好 来弟弟 你的看法是什么 你对于这整个案件的看法是什么 对讲案件的 这个商业案例 你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用个比较有趣的话 你觉得 就回到这个 就是什么 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了 就是用这个问题 来当做一个旋转 对吧 请问 在这窗 在这件案子中 到底谁得到最大利益 OK 先讲 这三角链 这三角关系 对不对 星光台信 那星光和台信 本来星光的 手机 星光和台信的那个 比例 对不对 那本来是说 如果星光跟台信 结合的话 那星光的 它的股价 非常有可能因此的提高 对不对 那中信这样 它一过来 要买到51% 它是一个非常惊人的 高价去买 那这座车会获益 对不对 那第一个一定是 星光金嘛 对不对 因为它的股价 会因此而提高 如果成功的话 那中信 也会获益 为什么 因为它会变成说 台湾金融 金融业史上 就是最大的 一个龙头 直接超过 台湾其他所有银行 所以你的观点 是什么吗 就是说 我刚刚讲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 谁是最大的获利者 你是说是中国信多 还是星光 还是谁 最大的获利者 是说只有一个人 那你是说 谁是最赚的 那你刚刚讲 是两个都很赚 没有吧 只有一个而已吧 两个一定都有会受力 但是我觉得 要看以什么角度 去看这件事情 如果说是 以金融 要当所谓的金融业龙头 那一定是中信 对 因为如果 星光金被他 并下来的话 那他就会 站稳台湾的龙头宝座 就超越富邦跟国泰嘛 你就直接讲白一点 就是这样 总资产规模 超越富邦跟国泰嘛 对 这大概是 市占率最大 大概是孤董 他最想要看到的事情 对 对 对 可是 最大获利化 是只是 孤董的 想法 还是说是对所有的股东的想法 也是一样呢 我问你 今天我问你 我们就回到这个案例 14块55的价格 请问这个价格是溢价多少 星光金现在目前的股价 我今天我还没看 今天我看一下 可是呢 我们就拿14块55 对上11块55 就是说台心金的offer来比的话 请问他是差多少钱 差了 三块 三块 对 那美股差了三块钱 那我们知道 星光 那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星光金现在目前为止 资本额大概多少吗 这样 你觉得是多少 星光金的资本额大概多少 这要查一下 好 那查一下 好 我跟你讲 不用查 听我讲 所以说 差了三块 乘上星光金的资本额 对不对 中信金的出价 其实比台心银行的出价 多了接近一千亿左右 那我问你 如果说这个案子成功的话 那代表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星光银的股东 可以多拿到一千亿的钱 对 反映在股价上 等于是说 他的股价现在假设是12块 或是11 今天早上有稍微涨一点 今天是13块 到今天为止是13块 那是不是照来讲 他一定会涨到14块5左右 至少 因为才能够反映说 他多拿到的钱 对不对 对所有的股东来讲 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利益 那对中国信托来讲什么意思 你觉得对中国信托来讲什么意思 多付这一千亿 他比台心金多付了一千亿左右 那中国信托的资本额是多少 中国信托的资本额你觉得是多少 我跟你讲 好不好 你也不用查 中国信托资本大概三千亿左右 那你多付了一千亿 除以你的资本额 大概你多付了 每股多付了多少钱 0.33 对不对 你很三三 一股是十块钱 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是3.33块 中信托现在股价是33块 对不对 10% 是不是会往下降个三块三 我不是叫大家怎么去买股票 我先讲 我不是小朋友学投资 我只是以我老板的思维 在看这件事情 好不好 那如果你是中国信托的股民的话 你的股票价值会下降三块钱 你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会不爽 会不爽 好 中信经的股民不爽 中信经的董事会的想法是爽还是不爽 我们别讲他们粗俗了 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开心嘛 以古董为首的中信经董事会 我要成为超越富邦跟国泰的第一金控 我是目标 我是战略性目标 长期战略性目标 短期是什么 短期是策略性目标 短期的策略性目标 跟长期战略性目标 有没有match 没有match 为什么 股民不开心 因为你股票会少三块钱 大概 如果金融市场真的像我的这种预测的话 是会少三块钱 那我问你啊 那最开心的是谁 短期 最开心的是谁 来 地青光金啊 青光金的股民啊 是吗 我刚刚就跟你讲了这样子的分析 你觉得最开心的是星光金 因为两边都爱你 一个女生我们这样想 两个男人都爱的时候 他到最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男女抉择 男女抉择 对他是幸福的吗 不一定吗 再来是什么 两个男生为他打架 吵架 甚至互相砍对方 两败俱伤 真的你从来开心吗 不开心吗 对不对 那你觉得 最开心的人 其实会是谁呢 有一个女的 准备要交男朋友 一个男的 跟她说 我只要给你大概 一百万 另外一个男的说 给你两千万 对不对 那女的可能 很想要选 那个另外一个 两千万的男生 对不对 一定的嘛 肯定的嘛 可是问题是呢 历史的因素不允许 对不对 你不能嫁给爸到总裁 为什么 爸爸妈妈 说不行 金管辉 金管辉就是你爸妈 说你不行 你只能嫁给 那个给你一百万的 请问那个给你一百万 那个男人 他是不是笑得很开心 原因是什么 我少付一千九百万 我一样取到你啊 他不用跟 这叫relative relative competitive advantage 他不用跟中信金 去拼比这个价金 不是 拼比这个价钱 是你用便宜 一千九百万的价格 取到你 那请问这个男的 最开心的地方是什么 是取到这个女生吗 省了这个钱 省了一千九百万 是他的重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 问你 刚刚我们在问题开始的时候 台心金 它是以美股多少钱 去跟中信金做收购 不是 跟金光金做收购 11.55 55对不对 11.55对不对 中信金 是用14.55 跟他收购 差了三块 三块的价值 大概是一千亿左右 台心洋的资本额是多少钱 一千五百亿 一千亿除一千五百亿 是多少 0.66 一股十块钱 差了6.6块 那代表台心洋 现在的股票价值 会不会涨六块钱 再讲一次 我不是叫大家去买股票 我是以这个商业逻辑 老板思维去看这件事情 我今天台心洋 如果股票只有18块 狂买 对不对 因为涨到24块 请问最大的受益者 在这个三角列当中 我跟大家讲完之后 你觉得是谁呢 我跟大家讲 是台心银行 这些思维 是不是大家可能觉得 我可能没有想到这些事情 我你弟弟 你有想到这些事情吗 没有嘛 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 就是不偿失 跟大家分享我的思维 或者说老板思维 在看这个三角列当中 其实你要去想说 真正最大的获利者是谁 最大获利者要怎么去看呢 请问是战略目标 还是策略目标 策略目标上呢 请问股东的价值 其实是不是很重要 你觉得有什么其他的 你想要分享的 除了这一层面以外 就是刚才你讲的 金管会的态度会决定的 你说台心银行会 一定会成为 这样你这样算 你知道这样算 对那如果说金管会不准 那台心银行就会成为最大赢家 那相对如果金管会说 中信金你买啊 可以啊 那台心银行变成什么 是变输家 我觉得你讲对一个最大的重点 所以我从来不会在我节目上 教大家怎么买股票 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弟弟讲到一个重点是 金管会的态度是怎么样 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三角链当中 那个父母亲的态度是怎么样 对不对 你是要让中信变成第一大金控 还是要完成兄弟跟山 山顶相会的这种事情 金管会我们来分析一下好了 金管会的目标跟责任是什么 弟弟 你对台湾的金融市场的金管会 你的看法是什么 在并购案的话 就要他首先要确定没有垄断这件事情吧 对不对 反垄断 好我们就以你这句话来讲好了 就是中信并了星光会变成垄断市场吗 不会 为什么 垄断的定义是什么 垄断的话 这个市场只有你 对不对 只有你是来控制这一切 是只有你 还是说你只要超过市场 Market share的51%就是垄断 垄断的定义是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吗 对 那你讲的是多头寡战 寡头市场 寡头市场 对啊 Oligopoly 所以说那金管会担心垄断 那中国信托买了星光金控变成第一大金控 可是没有垄断吗 没有垄断 因为还有谁 还有富邦 还有国泰 还有玉山吗 你把他们解释 凯基 对 对 都有 那 好 那垄断不是问题 那他金管会在意什么 还有 另外是 像公平交易 Oh Fair transaction 我相信这个案子 对中国信 对台 星光的股民来讲是 发 非常 Fair transaction 因为溢价那么多 对不对 嗯 那还在意什么 金融市场的稳定吧 对不对 这个 并购之后 并购案的时候 金融市场会不会不稳定吗 会不会不稳定 会吗 会不稳定吗 我问你哦 你今天是 你今天台那个 星光金控的小股民 其实我也是嘛 我买了几张嘛 嗯 然后呢 台那个 星光金的董事会说 我们就是要跟台心病 一股就是11块55 你就接受这样子 那然后呢 那个霸总 霸道总裁 孤董说 哎呦是14块55 要不要 请问我卖给谁 当然会找霸总裁 我几乎会找霸道总裁嘛 对不对 因为你比较高 然后呢 那个星光的董事会说 你不行 你不能卖 你只能卖给我 请问我被抗议 就是我 我有没有可能说 如果我是激进一点的玻璃哥哥 我会不会拿着白布条 去那个星光金控的大楼 手下抗议 然后那个上面就写 漠视股东权利 不在乎人民的死活 拿刀叉吃人肉 会嘛 会不会这样嘛 那请问这样 金管会看到之后 会觉得是稳定还是不稳定 稳定还是不稳定 OK如果你真的 这样上街的话是不稳定 可是 我们目前没有看到这个状况 金管会在意的就是稳定 对不对 那金管会在意是稳定的话 如果说有这种不稳定的状况 出来的时候 是不是他应该要做决定说 这件事情就是公平竞争 还是说你只能卖给台新 请问一下 他会比较偏向哪一个strategy 当然自己原则 他会当然会就是说 稳定 不要让人来接上抗议 对不对 那是不是就公平竞争 公平竞争是怎样 价高者得嘛 对啊 几乎嘛 所以我们当然也可以看出 金管会的可能性的态度 不是说一定是怎样 可能的态度 这样分析来讲的话 他就说 那只要不违反 就是他们金管会 想要达到目标和原则 那他们应该就会 默许这件事情 对不对 价高者 还有什么事情 你觉得是 值得注意的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我们讲了非常久了 不过就当作这个上压力 跟大家分享 你会觉得什么地方是一个最大的差异 最大的差异 什么 差异是指什么意思 整个收购案的本质啊 结构性的差异是什么 好啦 以后新闻要多看一点 我觉得 你讲吧 会不会到最后就是变成各分尺骨啊 什么叫各分尺骨 就是 有没有可能 各分尺骨什么意思 就是说 等于说 一期多夫这样子 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你讲 他们俩把这瓜分掉 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你讲太远了 我觉得有另外一个 Cavio 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注意的是 你们注意到 星光跟台金的交易 是以换股的方式进行吗 每一股星光金控的股票 可以换0.66股台新金的股票 可是中国信托是说什么呢 我除了换股以外 再加现金 换股加现金 跟单纯的换股来比的话 请问哪一个东西比较吸引人 换股加现金 为什么 多的现金啊 对啊 而且呢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不只现金落贷以外呢 我还可以趁着并购题材 如果上升的股价的话 我可以怎么样 再赚一波 再赚一波 那中国信托是不是更有诚意 这第一点 第二点 大家可以没看到 霸道总裁的身谋远略 霸道总是真的蛮厉害的 吴董我佩服他 原因是什么 我今天做公开收购到51% 如果今天我并购案失败的话 对不对 小股东流向来的股票 我会不会变成程序公司的单一大股东 有没有机会 今天台新加新光 我刚讲1500亿加 加1000亿 2500亿 如果我今天收购到 假设说是500亿 我变成20%的股份 那以后 他们并购成功的台新加星光金控 是不是可能还要听我的话 因为我是单一最大股东 股东一样掌控 台新加星光 他的话语圈 那我一次消灭两家金控 可以这样讲吗 当然不能这样讲啦 好不好 可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商战 其实是很精彩 可是也是很残酷的 也是很真实的 所以每个CEO呢 或者每个老板呢 永远都有局安思维的想法 从简简单单的几个新闻呢 商业案例呢 你可以思考到逻辑点太多了 我们今天只是 把这案例分享出来 就是培养大家的逻辑概念 跟思考观 不是叫你去买什么股票 而是说再想想看 看完新闻之后去想一想 谁是最大的获利者 谁从这个DEO中得到最多 为什么 还有什么点我没有考虑到的 你这样的话 你会变成一个更mature的leader 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像港区大时代一样 在这个事情还没结束之后 然后又跑出另外一家 然后准备要买它 有这个可能 可是问题是 当你的标的已经 拉到溢价30%的时候 你再去买它是溢价 35% 40% 50% 请问这样子的价格 你就买更贵了 是不是对你来讲 不一定是好事 对吧 或许吧 对 但三角链就已经 三角链就已经很难了 四角链是 很少见 对不对 如果有的话 将会变得非常有趣 对对对对 玻璃兄弟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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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